我懷疑你 怎樣說都好 我們升西力揭 一萬開 兩萬三萬尾好未 重溫 你不是 前中央政策組的顧問 中文大學畢業的劉世良先生 去go up 到幾萬人看了 因為沒辦法 你香港人就是虛偽 再說一次 跟大家說 讀書沒有用的 讀書唯一的用途 就是增長知識 如果你的知識不能夠令你成為一個 讀通書的人 你不如不要有那些知識 反而那些知識是人家的婦女 我跟大家說 你讀不通 你老母 你那些傻瓜 劉世良 陶君行那些 臘忍煞就做這些節目 有些人還說 其實他們平時都幾乎都行 從來不想過 是從來不想過 這些是臘忍煞 你老母 就是 字都未認識幾隻 你都出來學人指三道士 做了多少天 有沒有在街上被人打過 有沒有 你跟黑社會混過 有沒有看那些人 你做生意 怎樣 骯髒 殺老頭奸 你老母 臭在學人海 出去做節目 多謝世良 他在他的節目 雖然我們晚晚 有時在直播 有時在直播 有萬多二萬人看 加上youtube 加上facebook 最多直播的紀錄都是 他的直播 他曾經去到三萬 他剛才在節目中說 我們《啤梨晚報》 拍到印尼很慘的女記者 印尼記者中槍的片 我看《啤梨晚報》那段片 《啤梨晚報》